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心里军队也是家乡 因为父亲是一名铁道兵 我从小就生活在部队 1990年高中毕业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重军之路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1994年毕业后 我被分到了全军唯一的传染病医院 302医院 当时大家都很不理解 觉得传染科又脏又危险 但我却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而且越干越喜欢 越干越自信 我参加过医院抗击非典甲流的战斗 也普四川参与过正后的疫情防控 作为一名护士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作为一名军人 这更是我的使命 2014年11月 我和40名战友一起远赴弗里敦 打响抗击埃波拉的主机站 我是黄顺 我要一直战斗在病毒窝子里 这是位于塞拉利昂 弗里敦郊区的一个孤儿救助中心 这里收留了很多埃波拉孤儿 在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中 黄顺寻找着一个让他牵挂许久的身影 非常阳光的小女孩 长高了 长胖了 戴上小墨镜 墨镜是一个太阳花的墨镜 很美 摆着那个跳舞的姿势 她很 每次照相的时候 她很会摆姿势的 所以说我们觉得很放心 我们真的一下就放下心了 这个让黄顺牵肠挂肚的女孩 名叫亚优马 虽然相处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但黄顺早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2014年11月9日 作为第二批医疗队的先前组成员 黄顺来到了塞拉利昂的首都 库里顿 塞拉利昂是埃布拉的重灾区 当时每周病例增加数就要超过400里 常年在重症监护室工作 黄顺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生离死别 然而在这里 死亡却让她深深感受到了一种无力感 我觉得在监护室 我们一个月可能有四五个病人 会没有 这是一个常态 我都能接受 但是我没有想到 在埃布拉这个病区 一天就能死四五个 当时我们看着那个尸体带 一具两具三具的从里面前拉走的时候 心里特别难受 而且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医务者的本分的工作 亚犹玛是病房里唯一的孩子 当初她跟着母亲来到流关中心 三天后母亲因为埃布拉去世 亚犹玛也被确诊感染了埃布拉 她就睁了一双那个大眼睛 她特别美 她那双大眼睛看着我 当时亚犹玛的感觉 虽然她眼睛很没有力气 就是全身没有力气 但她眼神给你传递的消息是 阿姨我想 我想活下来 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母亲 如今又被病魔推到了死亡线上 亚犹玛的眼神神神刺痛了身为人母的黄顺 这就是她给我们的一个信号 如果她没有发出这个信号来 可能她生命就是救也救不过来的 但是发出这个信号 我们觉得这孩子求生欲强 她在那么难受情况下 她只喝了一小口果汁 她都在喝 那么说明她还是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 医疗队所在的流关中心 主要是负责对疑似阿波拉病毒感染者进行筛查 确诊患者将被送到专门的治疗中心 因为当地运输能力有限 亚犹玛迟迟没能转送出去 阿波拉病毒十分凶险 发病很快 再耽误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黄顺和队友们决定 对她就地进行治疗 我想的是明天给她用点什么药 用点什么比较好的治疗 她想的是说除了完成这个治疗之外 给她点什么样的关爱 因为她没有妈妈 就是个孤儿 然而亚犹玛的病情却开始急剧恶化 高烧不退 口吐腹血 口吐鲜血 这是阿波拉的晚期症状 她随时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 正好是我跟我们组长值班 然后我在监控录像上发现她吃完晚饭以后 就一直侧卧着睡觉 但是一直没有动 当时感觉就是从监控录像看她的呼吸 就也没有多大的起伏 而且我们觉得孩子不会那么早就睡着 所以当时我们俩商量一下 我们俩决定进病房去再看一下她 这已经是黄顺连续值班的第三天了 整整72个小时 她一直没有离开过医院 把昏睡中的亚游马唤醒 给她喂下来退烧药 然而就在这时 黄顺突然感到呼吸有些困难 我是觉得我呼吸特别急促 然后心跳特别快 如果我再继续的话 我可能会出现这种平死感 当时我跟我的伙伴 一句话都没 我没跟我伙伴打什么招呼 我就离开了那个病房 我就到一个空气流通非常好的地方 就进一边站着 对着那个窗户 它那个天很美 看着那个蓝蓝的天 然后深吸气 深呼气 就是把我呼吸调整好 可能有五分钟的时间 这五分钟濒死的体验 让黄顺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 她想起了自己远在国内的儿子 也想到了还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雅油妈 她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愿望 要当雅油妈的母亲 照顾她 好好地活下去 我觉得自己也是个母亲 我觉得我对儿子不是很愧欠吗 每次我就出来的时候 我就对孩子 就可能好像觉得我在照顾她 就像我在家照顾我儿子一样的 我觉得爱是可以传递的 就是人善有善报 我一直相信这个 在黄顺和战友们的精心守护下 雅油妈终于顺利度过了危险期 这个爱唱爱笑的孩子 给阴云笼罩的病区带来了一缕阳光 半个月后 雅油妈康复出院了 当时就觉得又高兴又难过 高兴是因为她好了 终于出院了 难过就觉得 也许这个女儿 也许这一辈子就见不着了 你见到一个跟你的孩子差不多大的 一个外国的一个小孩 又是从病魔的手中 夺回生命的这么一个孩子 能看到她那么可爱 她在笑 她在跟你想 拼命的也想跟你在交流 哎呀 那种感觉真的很不错 医疗队给雅油妈起了个中国名字 金顺子 医疗组组长的姓 护理组组长的名 对于她来说 是医疗队的关爱 给了她新的生命 而对于医疗队来说 雅油妈也是大家 共同的孩子 突如其来的访客 让她喜出望外 意料之外的差距 让她哽咽不已 一张定人的照片 带给她不断前行的力量 军旅人生正在为你播出 黄顺 一次爱的旅程 雅油妈康复出院之后 黄顺和队友们几次三番的 托人打听她的去处 希望能够在回国之前 再见一见这个非洲女儿 可不论大家怎么努力 却总也联系不上 黄顺决定把这段美好的回忆 永远留在心里了 就在她坐着最后的回国准备时 一天 医院的门口突然来了个小女孩 能再见雅油妈一面 这让医疗对所有人都感到喜出望外 第一次见到防护服下 大家真实的面孔 雅油妈很是兴奋 而第一次摘下手套 亲手握着雅油妈的手 黄顺也是百感交集 她就觉得跟我认识很多年 很多年 我也觉得她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就是我的女儿一样 跟我很亲 这种感情她不是说 雅油妈来你过来 我抱抱你不是这样的 她自然就过来了 牵着她的手 她自然就把手抓到你的手紧紧的 叫她写中国字 唱中国歌 很快 她学的特别快 我觉得比我学英文要快 写中国两个字的话 真的几分钟 她就把中国两个字写的是 像模像样的 写的那个T恤衫 被我保留了 谁都没拿到 就被我留着了 因为她管我叫金爸爸 我就留下来了 这一天的医院 仿佛过节一样热闹 然而当天晚上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医疗队的一个队员病倒了 当时发烧到三十 我进行中是三十八度五 当时 而且她头痛 头晕 还有点腹泻 队友的症状和爱博拉机器相似 这让大家的心 一下子揪了起来 作为护理组组长 黄顺主动承担了检查和照顾队友的工作 我们打电话跟她说 说我们进来 给你抽个血 她说 你和护长两个要穿好衣服 穿上防护服 戴上护目镜 像阿波拉病人一样的 穿好了 你再进来 她说要不然你俩就别进来 她说万一我是呢 她说虽然我觉得我不可能是 但是万一呢 当时我和清春就说 她说我们俩就穿隔离服进去 不然她觉得我们好像跟她很远 很远 我们就是一块的战友 我们就穿着隔离服进去的 亲密的战友 并倒在了最熟悉的战线上 每个人的心里都很难受 尽管平时看起来柔柔弱弱 但这一次黄顺却是初期的冷静 没有多说一句 她还是照常进了隔离病房 真是这个事后一想到很多事情 其实想起来是很可怕的 其实当时也想过 但是没有掉眼泪 是觉得她不会的 相信自己 我觉得她肯定不会的 我觉得怎么会呢 我们做得那么好 我们的防护那么到位 我是不会的 第二天化验报告出来了 大家只是虚惊一场 拿到报告单的时候 黄顺痛痛快快的哭了一场 不管多少年以后 我们想到这一段 七十多天的日夜夜 在一起的经历 点点滴的经历 他们有句话叫什么 在风中跌倒 在爱中欢笑 就这种同甘共苦的一些经历 永远都不会忘记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当地时间2015年1月6日 中赛友好医院 埃布拉流关中心 正式转型为流关诊疗中心 更多像亚尤玛这样的确诊病人 将在这里得到及时的救治 第二批医疗队 在塞拉利昂的75天里 累计救治患者372人 治愈出院12人 我们大家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就是12个康复病人 在我们走的那一天 1月19号 都会来看我们 那天 每个人都讲了一句话 有一个患者讲的话 我觉得挺感动的 他说你们是天使 是上帝派来的 感谢上帝 感谢你们 我觉得这话不多 但是挺感人的 这是黄顺回国后 亚尤玛给他发来的照片 照片上的亚尤玛笑得 无比灿烂 黄顺说 在塞拉利昂的 这70多个日日夜夜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但更是一场充满爱 和感动的旅程 只要真心对待 每一位病人 在哪里都会收获感动 在风中跌倒 在爱中欢笑 黄顺告诉亚尤玛 在中国永远都有 她的另一个家 希望有一天 女儿长大成人之后 能够到中国来读大学 到时候 母女俩再好好地叙叙旧 黄顺说 自己从来没有后悔 当一名护士 经历越多 她对这份工作的爱 也越深 这是一份需要爱 来维系的工作 她付出了很多 但收获的却更多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将继续为您 播出特别节目 直面埃博拉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直面埃博拉 中国玫瑰 用血性担当和精心护理 与并魔展开激战 面对生死考验 平日温柔的白衣天使 却显现异于常人的勇敢坚强 军旅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王永华 勇敢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